這共識營到底談出了什麼樣的共識呢 我們請教蘇培 因為之前藍營不是說 不讓召委嗎 我問了好幾個議員立委 他們都說請假我沒搞 我打冠 就傅昆琦說要讓 還說黨內呢 這個閉門投票怎麼回事 好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共識營結束之後 就說藍營投票 會禮讓民眾黨一席召委 但是呢 他們說票數差距很大 好 既然票數差距很大的話又要讓 那代表說是贊成的比較多嗎 但是呢我們來看一下媒體人 張宇軒不是這樣講 他說出席的事幾個當中呢 只有十個人贊成 五個人反對 其他的都沒表態 但那天議員之一出來就說 獲得了壓倒性的贊成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共識營這一頓飯 不只付錢吃出新聞 連這個招惟浪不浪 都是大新聞耶 在這個上個禮拜的時候 你看那個洪孟凱啊 他們的國民黨的幹事長 對外的說法是什麼 招惟一時不浪嘛 對 國民黨吹車就不夠 還要打架 哪有可能浪給民眾黨 不可能 而且那時候是民眾黨 剛好黃國昌把整個那個 食安的專案報告 摸到開花 摸到讓大家都在笑他的時候 國民黨就很帥啊 說不可能 我們不浪 我們一時都不浪 我們自己有很多優秀的委員 而且很多新科的委員 自己都想要做了 怎麼可能浪給他 對不對 結果沒有想到 這三天月亮很圓 人也跟著變了 出來之後居然說 要讓一席招惟 而且傳出的這個報導的新聞是什麼 新科議員幾乎全面同意耶 結果現在又不一樣啦 這個媒體人報導出來是說 四十幾個委員出席 只有十個贊成 五個反對 連投票的人喔 不表態的人是過半耶 贊成的人只有四分之一 不到二十五%耶 這樣子的人 這樣子的人數叫做過半同意嗎 這國民黨真的讓人家大開眼界喔 所以只是傅寬奇說了算嗎 那他決定要讓了嗎 是 所以你知道嗎 而且這樣子的人數 傅寬奇昨天還大大大出來講說 我們就有共識 我們要跟白銀合作 我們要讓一席招惟出去 要跟他們合作 那是不是就是傅寬奇自己代替黨團 做出這樣的決議 對不對 所以這是大家同意的嗎 你看後面的那個 孟凱 臉上有沒有表情 沒有表情喔 如果是大家共識同意的 他站在後面會怎樣 一定一直點頭吧 傅總召講的對 我們都同意了 你看後面 當傅寬奇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洪孟凱跟林思民站在後面 是這樣子 看來看去 看來看去 十個人同意 有叫共識嗎 有叫大量的同意嗎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情真的非常的有趣啦 傅寬奇展現出他花蓮王的霸氣 就算是黨團只有十個人贊成 五個人反對他都可以對外宣布 也就是說就算你們所有的人不同意 當我說了就算 所以現在是國民黨是黨團自主 所以意思就是那他們就自己決定囉 沒有啊 結果朱立倫今天就講出來啊 朱立倫因為這一件事情 曝光之後 國民黨的所有的支持者 全部罵嘛 包含他們的媒體人都罵嘛 說你這個還沒有表現 就已經先割地培館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就出來罵 所以朱立倫就說 沒有 沒有一定 沒有一定 所以到底 沒有一定要怎麼樣 所以到底要怎麼樣 是嘛 所以到底要怎麼樣 我告訴你 就是傅寬奇想做自己的嘛 因為朱立倫你沒有藍白河嘛 你沒有制調藍白河嘛 我傅寬奇現在擔任國民黨的總召的時候 我就是要在立法院實施藍白河嘛 就算是沒有所有的立委都同意 我講了 我就要做 我就要讓嘛 至於要讓哪一席 現在各說紛紜 因為白銀想要的是司法跟財政 但是他們現在傳出來是司法不可能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財政 但另外又有蘭偉出來放風聲說啊 因為教育文化委員會 這個會起沒有特別重要的法案 所以讓教育委員會啦 所以這完全是各說分吟 這樣的共識 叫做共識嗎 根本沒有共識啊 他就從洪夢凱這邊要讓給吳春城 然後司法這邊不可能讓給黃國昌 是啊 所以如果教育 是洪夢凱讓給吳昆成 洪夢凱不是要選成八七 會起床嗎 對啊 最需要舞台的人 硬把教育讓給了民眾黨 是誰在掛洪夢凱的咖 這個精采精采老年老年 我實在不懂啊 國民黨為什麼可以單純的一個共識營 都可以辦到每天都是新聞 而且新聞都很多則 很厲害啊 很厲害啊 我也覺得很厲害啊 連付錢這一件事情 不然你就不通討論 連付錢這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好多事 節外生姿 對啊 而且本來是傅昆奇的虧底 現在變成是朱立仁的虧底 這真的是有夠精采 你看一個共識營啊 現在看起來呢 這個藍營應該是傅昆奇這邊啊 就說我們會讓一席 稍為給民眾黨 但是你就覺得很奇怪啊 過去國民黨這些立委們態度很不一樣啊 更奇怪的是黃國昌的態度啊 我們請教一下范老師 因為黃國昌就說平常信啊 就算之後沒有任何招委都沒關係 欸 怎麼感覺起來 應該是你想要招委 你應該很想要 你應該極力爭取吧 黃國昌怎麼會說沒關係啊 沒有讓給我沒關係啊 那國民黨在積極些什麼呢 對 我覺得黃國昌的態度啊 發現很大的改變 就在他們的康元的參會之前 黃國昌儼然 他就是應該希望國民黨的力量給他 因為他認為 我是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法學博士 我是中原院的研究員 我有非常深厚的法學的基礎 我有理論跟實務 所以應該是他 可是你看這兩天 經過康元一役之後 黃國昌整個態度軟掉 為什麼 柯文哲要掌握主導權嘛 柯文哲現在是等於是總召了嘛 叫你黃國昌往邊站嘛 所以現在變成說 黃國昌忽然謙虛了起來 大家不覺得嗎 自從那一餐會完之後 黃國昌幾乎不講話了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的態度就是看 柯文哲怎麼樣去跟傅哥一起談 因為現在傅哥一起跟柯文哲 我請你下次換你請我 互相請才有嘛 A字表什麼 沒有下一次 你看現在傅坤奇 如果說他真的硬要給這一席 的話 看起來是要還民眾黨什麼人情 當然是嘛 如果傅坤奇在 我認為他內心是想 因為他這次能夠 就是說這次國民黨 能夠拿到這個 韓國瑜當院長 然後傅議員都拿到 實際上是因為民眾黨的消極不投票嘛 所以我認為他這次能夠把這 江啟成跟韓國瑜能夠送上 政府院長的位置 算是立了一件大功 算是他的一個起手式非常成功 那當然要感謝的是民眾黨 所以我認為傅坤奇 他心裡面或許他有想 但是問題是 國民黨內部目前看來的意見 是完全分歧嘛 我們看到去參加共識議員 人是48位嘛 有4位沒有出席嘛 剛剛講過10位支持5位反 10位反對5位支持 10位支持5位反對 其他沒同樣 其他沒意見 沒意見表示什麼 表示大家都覺得 還沒有辦法有所決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國民黨內部 還在糾葛當中 還在糾結當中 但是我覺得為什麼這個共識議員 大家覺得沒有共識 我看韓國瑜 講話的時候 旁邊有小朋友在哭鬧聲音 我說奇怪怎麼會這樣子 原來很多立委不但是 吸家帶卷 還連自己的辦公室主任 連助理都全部去了 因為大家覺得說 有人負擔 對 有人負擔嘛 有傅坤奇 怎麼可能不給大家呢 所以大家順難聽一點 有點貪小便宜啦 大概就吸家帶卷 扶老吸幼 還帶著自己的助理都去了 當然啊 如果是我的話 連阿周都帶去 當然啊 對不對 有人買單 讓我的助理有一個意外的 三天兩夜的花蓮執行 而且以傅坤奇 他的過去的他的這個作風 怎麼可能讓你住X的飯店 一定是最好的飯店 對不對 美輪飯店 本來是芙蓉 傅坤奇要特別把他改成像美輪啊 對啊 越來這樣子 而且你的房型都提升 都做最好的房型 對 當然這個立委都很想帶著助理去 高高興興 大家你開心會開心嘛 結果竟然傳出是傅坤奇 要大家自己要付款 然後後來結果是 朱立倫出來付這個錢 那我覺得這個對傅坤奇很爽 因為我覺得你都到花蓮了 你這個錢 我覺得那個面子輸不起啊 你怎麼會讓立委自己出錢呢 還幫助理出錢呢 還幫家人出錢呢 我覺得這些立委當然心裡不爽嘛 結果現在反而最後是 朱立倫出來收這個爛攤子 那我覺得對傅坤奇的威信 是非常的差 為什麼 不是別的地方欸 是花蓮欸 更有趣的是誰沒去 徐曉信沒去喔 俊信說第一個 他說他上錯車 欸 這麼大個立委 還會上錯車 有啦 人家有說他棄船 後來說棄船 對 他上錯朱立倫或是傅坤奇 對啊 他上錯車 他搭錯車 搭錯車 不要搭車 要去花蓮搭乘去南下 去台中 你可以像韓國瑜這樣子啊 對不對 韓國瑜更奇怪 他一直告訴他 喔 我坐飛機 欸 我現在發覺 現在還有人坐飛機到花蓮 比較少了嘛 因為現在都是坐鐵路 還是因為他第一天太早 到第二天太早 又去高雄 又去花蓮 又回雲林 然後只待了15分鐘 說什麼是因為我要 我是這個 什麼議長 我要超越藍綠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他心情不太好 怎麼講15分鐘的話 光坐飛機 趕飛機 等飛機的時間 都比他 講話的15分鐘還多 所以我覺得 好像韓國瑜跟傅坤奇之間 也有很多的矛盾存在 搞定了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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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